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来自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 杨娇龙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计算机视觉领域最近比较火的一个三维图像称臣这个任务 还有包括我们在这里面做的一些工作 这是我今天演讲的主要几个部分 包括背景知识 然后最近的一些三维图像称臣算法 还有应用三维图像生成进行一些可控的3D人脸生成任务 最后是一个小节 好 那么首先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三维图像生成 传统的二维图像生成相信大家已经了解的比较多了 那么这任务就是用一个神经网络 通过训练 通过学习 它就可以生成一张真实的逼真的二维图片 但是传统的二维图像生成 它其实并不感知它所生成的物体的三维几何形状 那么当你想对这个物体做一些视角变换 从不同视角去看它 包括对它做一些形状的简的控制 可能都是做不到的 那么三维图像生成是最近比较兴起的一个比较火的方向 它任务是说也是从实际网络去生成一张图片 但是我们希望在这个任务里面加入一个三维视角的可控性 就是你可以控制你所希望生成的视角 比如说在这个例子里 我是在控制我们的视角再连续的从左右的不断变换 那么在不同视角下生成的图像它是具有三维一致性的 让大家觉得它是真的像有一个三维物体在空间中 你在变化视角看它一样 那么它们这种算法通常有一个内在的三维表达 比如说这是一个例子 像一个Mesh一样的表达 当然它不一定是这种Mesh 这是一个例子 那么这里也得说明一下 其实三维图像生成最近因为这个领域比较新 然后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术语 可能早期大家叫3DawareGAN 叫感知三维的GAN 然后也有直接叫3DGAN三维的GAN 还有叫3DimageGAN三维图像的对抗承受网络 所以目前没有一个很一致的Term 然后我们这里面就把它叫做三维图像生成 那么三维图像生成有很多应用 比如说在online3D display 大家做online shopping的时候 可以很容易的看从不同视角 任意视角去看你所想看到的物体 还有在一些VR AR场景中 也是很显然有很多应用 还有在Avatar生成方面 肯定也会有重要的作用 还有就是一些3D的Design设计任务 艺术家们的一些创造任务 可能也会有起到作用 好 那么在这里首先介绍一下一个基本知识 叫做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或者简称GAN 叫做对抗生成网络 那么GAN相信很多人也比较了解 它是在2014年提出的一个算法 已经提出之后立马掀起了一个火热的研究 在不同领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那么GAN它实质上就是我要学两个时间网络 其中一个叫做generator生成器 还有一个叫discriminator判别器 那么在训练的过程中 generator把一个random noise随机的噪声作为input 然后它生成一个你想要的一个数据 比如说在这个例子里面 比如说是一个生成一个数字的图像 那么同时我还有一个真实的数字图像对应的一个训练集 那么discriminator判别器就同时去观察 我输入的generator生成的所谓的fake image 假的图像 还有我training set里面的真实图像 然后它去判断这个图像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么discriminator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两个给判别开 而generator的任务就是想让discriminator判别不开 所以它是一个叫所谓的two player mini max game 他们俩去进行博弈进行对抗 最终他们收敛之后就会使得generator能生成一些避震的一些结果了 好 那么自从gat出来出现 gat技术出现以后 2D的图像生成 二维图像生成已经得到了非常快速的发展 从早期的14年到现在的2022年 其实很多的算法被提出来了 它现在大家的图像生成质量 不管是从分辨率上 还是从效果上都达到了一个非常避震的水平 比如说最近的style game 我想象很多人都比较熟悉所谓的黑科技了 它可以生成一个 有时候人眼都几乎无法判断 这么一个图像是一个真实的还是假的一个图像 那么二维图像的传统的2D game 它虽然效果比较好 就如同我之前提到一样 但是它实际上并没有有一个显示的三维表达 那么2D game 它somehow是有一些3D的一个knowledge在里面 比如说之前有paper study过 我拿2D game 我可以其实控制它的视角 生成各种视角的结果 但是它并没有一个显示的三维表达 所以他们你想做一些3D生成任务 控制视角的时候 你就能发现明显的有不一致性 比如说这里面举个例子 车牌对吧 它就不一致了 然后这个人 比如说他的纹理 他的头发纹理就不一致了 这只是一些细节 其实你看从大的方面来看的话 你也会发现 比如这个车变形的时候 整个形状也不是这个车了 这个人也是感觉他的identity 所谓的identity 就是这个人好像也不太像他了 对 那么三维的game 三维图像生成 这个任务呢 其实很早期 在2019年的时候 叫HoloGame 有这么一篇论文 它去在尝试去实现这么一个任务 但是当时算算比较早 然后当时也没有一个显示的三维表达 它只是去控制这个feature map的一个投影 来去实现这个任务 所以当时的结果是很不好的 然后我们也在这个disc face scan 是我们的论文在2020年的时候 也是专门这顿人脸 做了一个可控制他的三维的三维视角的 这么一个工作 但是他们都是基于一个影视的 并没有一个显示的三维表达 所以它生存的结果 如同刚才提到的 它无法保证一个三维一致性 所以我们也很难把它称作为3D感 那么最近出现了一大批工作 他们基于一个表达叫做NERF 叫做神经辐射厂 Neural Readings Field 后面我会讲 那么基于这个NERF 就出现了一系列的这么一些工作 NERF是一个三维的表达 所以它能够实现一个三维的生成任务 那么NERF是一个什么算法呢 它是在2020年提出的ECCV 然后他也拿到了当年的Best Paper All Number of Mention 它的Task就是 我输入有很多很多的图片 它是一个场景 一个静态场景的很多很多视角的图片 它输出是想说 我能够给定这么多视角之后 我能够在任意的一个视角 能生成一个新的视角 比如说我Input可能有几十个视角 那么我在任意一个没有见过的视角 经过我的优化之后 我都能生成这么一个图像 它的核心概念是什么呢 核心概念是说 我要把整个三维场景 把它建模成一个MLP 这个三维场景其实还有额外的两维 就是当你从不同的视角去观察 每一个点的时候 每一个点的XYZ的时候 我希望输出这个点的Color和Density Color就是它的颜色 Density是它的密度 那么任意一个点的XYZ 加上它的View Direction Zeta Phi 输给这个MLP 它就能输出这么一个颜色和Density 好 那么输出这个颜色和Density之后 我们既然每个点都可以有这么一个颜色和密度 我们就可以对于 当我们想渲染一张图片的时候 对这个图片上的每个Pixel 我们可以反打一条射线出去 然后对这个射线上所经历的一些点 比如说我们可以sample一些点 对这些点去送到MLP里面 去求它的颜色和密度 然后做积分 通过做这种所谓的叫Volume Rendering 这么积分 然后就可以积出它的颜色来了 训练的时候有那些训练的View 我们可以跟Ground Truth的Color 去做一个Difference 然后去做一个Training Training完了之后 在那些训练视角上做完训练 然后在一些新视角上就可以进行渲染了 那么这是一些NERF训练之后生成的一些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真实场景 然后它是一个Forward Facing 就是这个场景在你前面 拿个相机在前面晃 然后生成一些结果 它可以只需要输入20到60张图像 然后进行训练 你就可以任意连续的去做一些视角控制 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非常逼真的 包括它可以 因为它有每个点 它是建模的一个 它是可以对不同的View Direction 观察视角都做建模 所以它能够处理一些像镜面反射一样的这种效果 这是一个Synthetic场景360度的 也可以看到他们可以经过训练之后 可以生成任意视角的一个图像 然后可以生成这种很连续的视频 好 那么NERF出来以后 就沿着NERF会有很多一系列功能出来了 包括继续把NERF把它做得更快 不管是更快的Inference 还是更快的Training 还有就是进一步提高NERF生成的Quality 还有怎么去生成 怎么去处理一个动态场景 还有把NERF做泛化 就任意给您新的场景 不需要训练 就可以直接出它NERFField 还有等等一系列的工作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好 那么第二 那么下面下一部分 就是我们介绍我们的三维图像生成的GAP 好 刚才提到了 我们有NERF这个表达了 对吧 那么NERF这个表达 原始它是提出来是fit 它是用来fit一个single scene 一个单一场景的 就给定这一个场景的很多图片 我就可以训练这个NERF表达 那么有了NERF之后 大家可以开始用NERF做 在对抗生成网络里面用起来 那么怎么用呢 其实用法就很简单 就是我也是random sample 一个latent code Z random noise 输到一个网络里面去 那这个网络 它可以生成一个NERF的MLP的表达 然后进一步 这个场景就可以render 出一张图像来 然后这个图像就可以进一步 跟我的刚才提到 realset里面那些图像 去做对比 通过一个discriminator 去判断这个图像 其实这样还是假 所以就可以用这个网络 用这个方式去 哪怕我只有一些single 每个场景的一个single image 我都可以去train这么一个 三维图像生成网络了 好 那么用NERF做三维图像生成 它有什么优缺点呢 首先它的优点就在于 NERF这个表达 刚才我们也看到过 它其实非常powerful 它可以经过训练 如果训练的好的话 它可以生成很逼真的效果 而且它得益于它是一个 得益于它有一个volume rendering 它有一个3D的density表达 表达了几何形状 同时还有一个volume rendering 这个scheme在里面 所以它能够保证 生成场景是三位一致的 你不会觉得 当你在变视角的时候 它这个纹理在有些闪动等等 那它缺点是什么呢 缺点是NERF实际上是一个 实际上是非常耗计算开销的 尤其是内存 我们这里做了一个简单计算 我们想生成一个256重256的图 那么对每个图刚才提到了 你要是想认为一个pixel 要反打一条射线到空间中 然后在射线上面去做采样 然后采样点就送到MLP里面 算它的颜色和密度 然后做积分 对吧 那我们这假设每条射线 只sample24个点 其实24个点已经是很少很少了 在原始的NERF里面 是采用的64加128 是采用了将近200个点 那么24是我们试验过的 有可能是最小可以用的一个点了 好我们就假设用24个点 然后NERF的实际网络 为了处理复杂场景 它是用了一个8层的MLP 每一层有256个neuron 所以它有8乘256 这么多个实际网络节点要计算 然后再乘一个 每个是一个4B的一个float point 最后也可以算出来 想Render一个256的图 要12个GB memory 这个实际上很大一个开销 而且在training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数字要给它乘一个2 因为你要存一下 你要算梯度 所以你要存一下这些结果 所以它实际上想Render一个256的图 需要24个GB 就是一个很大的开销 那么同时 因为刚才提到了 我的sample的点 我在每条射线上去做一个采样 这采样点 大家通常会采用一个蒙托卡劳的方式 因为你不知道 这些点上哪些点是有意义的 对吧 一般会先去采一个 先去均匀地采一个小亮点 然后再基于重要采样去采一个 在更重要的地方做一些更密的采样 但是就是由于采样点太少了 这个网络无法去使用更多的采样点 所以导致蒙托卡劳采样非常不稳定 也使得最后的Render图像 这里举了个例子 你能看到很多noise 就是因为你在两个相邻的射线 它其实采样有很大的difference 就导致它们生生的颜色有difference 就是有这些noise 那么这些noise 一旦出现这种noise 这是我们的对抗时间网络所无法处理的 所以就使得我们的干训练 整个过程不稳定 好 那么为了处理这个问题 现在有两类算法 一类算法是还是坚持使用volumetric rendering 那么这种坚持使用volumetric rendering 不使用的算法 它的问题就在于 刚才提到了有那么大的内存开销 包括还有蒙托卡拉采样导致生成图片有造成的问题 所以它目前生成图片 是效果质量是比较差的 比如说这里举个例子 是2021年的拍干算法 可以看到它整体的图片还是很模糊的 而且这里面没有放大看 如果放大看的话 你会发现有很多小noise 那么另外一类方法说 既然开销这么大 我能不能用volum rendering 还是用Nerf 去做一个低负变率的渲染 然后我在二维图像空间 作为用convolution做一个upsampling 这样是不是就能提高这个quality了 比如说代表性的工作 比如说有Giraffe StyleNerf的 Giraffe也是2021年的最佳论文讲 但是可以看到这一类的算法 因为又使用了在二维图像空间使用了卷积 去做upsample去做超分 导致它损失了三维一致性 比如说这里面可以看到这个例子 如果定住每张图片看的话 可以看到它的质量是比上面拍干的效果高的 但是当它动起来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头发 包括一些脸的形状 脸的大小都会有些变化 它是不一致的 好 那么现在先简单介绍一下 拍这一类的direct volume rendering的算法 比如说我们以拍干为例 拍干它是 它的论文 它引入了一个新的Nerf生成的一个网络结构 它提出了一种叫Siren的activation 就是把activation 从之前大家使用的这种软路 换成了一个Sign Cosign 也是借鉴了之前的论文 还有就是为了想让它生成 在它干生成任务里 让不同的噪声 可以更好地去控制我生成不同的结果 所以它有一个film conditioning的算法 就把一个random noise 去调制我的MLP 使得MLP能生成更好的生成不同的物体 那么这个是拍干的结果 其实刚才看了一些 它跟之前更早的一些算法 比如hollow干 还有一个graph相比 它确实有更好的效果 但是如同刚才我们提到的 它的在真实图像上的质量 还有它的清晰度 还有一些噪声问题 都是没有办法很好解决的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下面一类算法 比如渲染低负面率 然后进行Upsample Super Solution的一类算法 比如说这个Giraffe Giraffe它其实也是有多个物体的表达 然后把它combine到同一个三维场景里面去 然后它用NRF去生成一个feature image 它不是一个最终的最终图像 而是用volume rendering生成一个特征图 然后在这个特征图用一个decode的CNN 去做一个处理 去做一个feature to image translation and up sampling 最终就得到这个图像了 这是大家可以看到Giraffe的一些结果 可以看到在变换视角的时候 它还是也是没法保证三维一致性的 你看大家这个人的发型都在变 这个车整体的appearance也有很大的变化 StarNRF也是最近的一个工作 发表在SLR iClear上 它也是想用3D的Radius Field Generator 它去render一个特征图 然后在DFamily特征图上 用convolution去做up sampling 做translation 然后拿到一个真实的图像 那么它有些策略去想尝试的去保证 我在做2D convolution的时候 能对不同视角的图像都做一些约束 十大尽可能的consistent 但是即使如此 还是因为还是2D convolution 是没法保证三维一致性的 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结果 右下角是SLRNRF的结果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就会发现 这个人他的头发的整体形状都是有些变化的 比如说看后面一些例子 看这个例子可能更清楚一些 这是一个SLRNRF的结果 它的声称质量很高 但是大家仔细看 比如这里框出来的一些区域 还有如果仔细盯着他眼睛看眉毛看 你会发现他在不同视角下面其实是不一致的 就是没有给大家能造成一种 实在三维空间中真的在转换相机视角看一个物体的感觉 好 那么既然有这么一个两难的问题在这里 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考察 然后我们是认为与其我们做这个volume 在整个这个volume空间去学这个readings field 实际上是可能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当我们学这个平常生成的时候 对一类物体做生成的时候 实际上这一类物体它可能占据的空间 它们的形状有一定的相似性 所以我们不必要在整个volume去学readings field 而我们提出一种新的表达 我们希望再用一些一族surface去表达这个场景的radiance 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叫surface manifold的概念 这里面所谓的manifold其实是对应原始的nerf里面 这个field的单词的 它本质上就是一些二维的surface 二维曲面 因为二维曲面可以认为是三维曲面 可以认为是在三维空间中的一个二维的流行 所以我们把它起名叫做流行 那么我们用很多这样的流行去表达 那么在这个流行上 或者说在这个曲面上 我们去学习它的readings field 而且做渲染 然后我们这些surface manifold 是这一类物体中 是我们做gant training中所有物体都share的 那么用这样的readings manifold 它有什么优势呢 首先刚才我提到了 这个readings manifold 它是所有物体都share的 而且是当我们学习 随着训练的慢慢稳定慢慢收敛 到最后实际上manifold它是固定的 所以网络会知道我的manifold就在这 所以网络就能很容易的 在这些曲面位置上去生成一些高频的细节 像原来的过程中 我要渲染一张图 所有的高频细节 我必须通过反射一条射线 在这个射线上做采样来拿到 但一旦你的采样点不够 你就很难去采到这些high frequency detail的 这高频的细节的 而在我们这里面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络就很轻易的去在那些固定位置去学到这些 去生成这些detail 比如说这些猫胡子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曲面surface manifold 它是跟网络一起学习的 而且它会学出来是一个连续的field 那么相应两个pixel之间相当于ray动了一点点 那么它去跟这个manifold的求焦点 做rendering的时候 也不会有一个采样点一个巨大跳扁 所以也不会有之前提到noise的问题 没有这些噪声 这是我们提出的算法叫gram的一个框架图 gram是叫generative readings manifold 叫做可以翻译成叫做生成式辐射流行 对 那么我们manifold的生成器 是用我们manifold是用一个MLP 是用一个SDF sorry 是用一个标量场来表达的 对 它是它有点类似Sun and Distance Fox SDF 但实际上它不是一个SDF 它就是一个标量场 那么它就是一个MLP 这个MLP输入一个X 它输出一个scaler 然后我们pre-define一些level 对这个scaler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MLP去生成一堆的level set 那么这堆的三维的level set 就定义了三维的曲面 那么每次当我们想 render一个图像的时候 我们再打一条射线 用这个射线去跟我们manifold的求焦点 求出这一系列的焦点之后 我们把这些焦点送到我们这个readings predictor里面 这个readings predictor就能输出一个RGB 还有一个这个alpha 然后我们进一步对这个射线上的颜色 根据它的密度根据它这个alpha去做这个积分 就可以生成每个pixel的颜色 然后就可以生成整个图像了 对 然后我们剩下的就跟传统的干一样了 就可以去做一些对抗学习去生成逼真的图像 这个更多的细节这里就不讲了 大家感兴趣的去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论文 对 好这是我们生成的一些结果 可以看到这是一些人脸的结果 可以看到我们的生成的结果 不但可以生成一些很高频的细节 可以看到这些头发对吧 有些头发色飘舞在空中 然后图像整体图像生成质量也很高 而且呢还可以看到它这个 是有很高的三维一致性 就是不会有出现任何的tecture flickering 然后人脸的形状有改变 感觉这个人在不同程度的在变化 纹理在变化等等 不会有这些现象 对 然后这是刚才是固定三个人脸的结果 这是给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是生成经过训练 可以生成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人脸的效果 好 然后这是跟之前算法一个对比 从最早期的这个graph π-gun 还有这个g-urph 然后最后是我们的结果 可以看到我们的结果 既具有了这个很高的质量 细节有更多 而且还有更好的三维一致性 尤其是跟g-urph这种相比 对 这是一个mode的结果 对这个猫胡子 我觉得是我们生成的特别好的一个点 其实我们发现 以前的算法 包括最近出现的一些最新的算法 都很难处理这种漂浮在空中 空中的这种非常细的这种细节结构 我们这个算法也是可以生成的特别好的 这是更多的一些mode结果 这是跟之前算法的对比 对可以看到之前的算法处理这些 这个也同样的问题 它们的质量不够高 然后或者是它们的三维一致性不够等等 我们的结果在最右面 这是一个车的结果 这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的算法 不只能够去handle一些 说视角变化比较小的 这种能够转360度的 也是可以去做渲染的 这是一个定量的对比 这里就不看了 我们的指标 可能是比之前算法都要高的 好 然后这里面是受了一下我们生成的 我们对生成的这个readings field 我们其实是可以去提取它的一些 根据它的density field 其实是可以提取出一些 我们所谓的叫proxy3D shape 就是它不能说严格对应这个三维形状 它只能说是一个proxy 一个替代一个代理 可以看到我们生成的人脸 它对应的一个大概的形状是这样的 这里面其实也挺奇妙的 因为这个GAN在训练的过程中 实际上是从来没有看到任意的三维 三维的人脸的 甚至也没有一个人的multi view图片 它的训练也就是一堆single image的collection 它竟然能够学到说我生成的时候 生成一个人脸 要有这样的一个三维形状 还是觉得它学习能力还是很强的 这是受了一个任务 我们可以对一个input图像 我们可以做一些inversion 然后进一步就可以做post editing 这类GAN inversion editing 是一些GAN算法都可以实现的 但在我们这里面 尤其是我们是一个3D aware 3DGAN 所以它可以实现一个multi view consistent的一个multi view rendering 对 好 那么刚才提到的gram 它其实是解决了一个渲染的质量问题 它可以利用比较少的点 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用24个点就可以生成一个 就是每条射线 用24个点做采样就可以训练出一个 就可以渲染出一个很高质量的图像了 但是它并没有解决一个负辨率的问题 当我们想生成一个很高负辨率的时候 比如说现在1024这个负辨率 对吧 现在的STYLEGAN可以很轻松的 2DGAN可以很轻松的 生成一个这么高负面率的图像 那么在我们这里面 我们可以再做一个大概的计算 当然我们想把之前256626的图像 我们需要24个GB for training 做训练 但我们想去训练生成1024x1024这个尺寸的时候 我们可能需要将近400G的memory 这个内存消耗是基本就是无法承受的 对 所以我们下一步就想 怎么解一个高负面率生成任务 那么这里面 我们就进一步用我们的下一篇工作 叫GRAM HD 也是我们近期的一个工作 放在archive了 当然我们观察到 我们学习的readings manifold 所谓的曲面流行 可以看它是比较smooth的 然后它可能是一些curve 针对不同物体 它这个curve的形容可能不太一样 比如说人脸 它就相对比较平一些 它有一点点贴近人脸的弧面程度 但是也没有弧度那么大 小鸡车它可能会是更像椭圆 更像一个或者像Gauss curve 这么一个形状 那么我们发现这种形状 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个readings manifold上 我们去做super solution 然后再做rendering 这样就能够使得我们最后的rendering结果 还是consistent的 因为我们的一旦我们生成了这个readings manifold的表达 那么你不管怎么渲染 它都是一个multi-view consistent的 然后在这个readings super solution这里面 我们其实可以利用2D的CNN 来去做快速的upsampling 因为大家知道如果做3D的upsampling的话 这个3D convolution这个是受不了的 但是我们是有很多曲面 这些曲面一旦当我们把它拍平 我们把它拍成一个平面之后 并且在这个平面上做sample之后 我们就可以利用CNN去做一个upsampling 所以我们就提出这么一个框架gramHD 这里面我们首先有一个gram模块 这是一个小的gram模块 然后这个小的gram模块 它只负责生成64x64x64这么大分辨率 所对应的一个feature map 我们对这个feature map进一步用CNN 做一个super resolution module 然后把这个low resolution的feature map 给它超分到高分辨率的一个readings map 然后我们在刚才忘记了 这里面我们有一个操作是manifold grading 就是把一些surface manifold给它拍平 然后给它做一些regular grade的采样 转成这么一些平面 然后超分完了之后 我们又可以把这个readings map 这个平面再给它转换回去 回到这些曲面上去 那么进一步就可以render出这样 这样一个1024x1024这么大的一个图像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工作里面 实际上是使用了一个CNN2D的CNN 解决了一个3D super resolution的问题 对我们本质上还是在三维空间 做的这个super resolution 只不过得益于我们的这个readings manifold的表达 我们可以使得我们用CNN去做快速的up sampling 然后我们的rendering 由于我们还是一个readings manifold的表达 我们的这个rendering过程 还是一个volume rendering 通过设限做积分拿到的 所以它还是一个multivue consistent的结果 对这是跟我们gram的gramhd和gram的一个对比 是在这个内存消耗 然后这个渲染一张图片的速度 以及这个quality上做一些对比 可以看到因为我们gramhd 我们只只里面虽然有一个gram模块 但是我们只用gram生成一个低负面率的 这个readings manifold 然后做CNN做up sampling 所以可以看到在256的图像上 我们也有一个4倍的这个内存消耗的这个减少 1024上呢 我们更是有44倍的这个内存消耗的减少 然后呢 在渲染速度上呢 256上呢 我们可以快两倍 在1024上呢 可以快20倍 对 然后注意的这里面gram 其实是无法在1024上做训练的 这个做训练是无法做到的 这里面这个内存是一个估计 这个训练 渲染是可以的 但是呢 就是一次forward是没法渲染出来 可能得把图像分块 分p次去forward出一张图来 然后下面呢 是一个quality的对应 可以发现 我们不止在内存和内存消耗变少 渲染速度变快 我们甚至在图像质量上也有提高 这可能是得益于我们这个2DCNN 它也是这个能力很强的 非常powerful的 所以它能生成了更好质量的一个图片 对 这是一个渲染结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个高负面率的1024乘1024的一个渲染结果 可以看到这个不只是这个人 它这个整个整个看起来非常逼真 非常realistic 质量比较高 然后细节都出来了 而且你转动起来的时候 你也是看到非常consistent 就像你三位空间中有一个人在那一动不动 你才拿着相机在左右晃去拍照一样 这是更多的这个高清人脸生成的一些结果 这是一个猫的结果 猫的这个数据集 因为它只到512分辨率 所以我们就只穿到了这个512的分辨率 可以看到它这个质量也是相当好的 可能这个细节也是像gram一样能够去保持的 这是更多的猫的结果 对这个是跟之前一些算法对比 实实所谓的之前大部分都是concurrent work了 这个因为这个领域刚才提到了这个比较火 然后最近很多算法都提出来 然后也是一股闹的 可能过段时间就有一篇配合 过段时间有一篇配合 所以我们是这是跟其实大部分是同序的工作做了一个对比 在这个图里面其实很难去看到它这个做一个质量对比 因为这个比较难去比较 所以这里面我们有一个定量的比较 定量的比较我们跟这些style nerve style sdf 他们是去2dcn在图像上做这个处理 我们跟他比可以看到我们的质量其实是相当的 可能在有一些上面差一点 有些上面好一点 但是在右边这个图 我们是做了一个multiview consistency的一个定量的比较 具体做法就是说我们用不同的算法去生成了一些物体 然后不同世界只有物体有不同视角图像 然后我们去转了一个最新的一个multiview3g reconstruction算法 叫news 这个news可以我们去观察这个news reconstruction算法 它的重建误差 它去在图像上的重建误差 可以认为就是说一个基于mesh的 基于那个surface的重建算法 如果它能重建效果越好 说明它说明你送给它的这图片 它是越multiview consistent 对可以看到我们的指标是明显 比其他比这两个算法是有好很多的 这证明了我们的三位一致性 这是一个对比 左边是stylenerf右边是我们的结果 可以看到stylenerf的一些细节 它的一个纹理的一些细节 它都是有一定程度的抖动 而且不仅是抖动 你有时候也能看到这个人感觉他的形状 他的眼大小等等也在做一些变化 styleisdf看起来稍微稳定一点 但是它的这个它有很严重的texture stitching这种效果 对这个是对一个叫所谓的这个类似epi图像 你的special temporal image这么一个对比 然后一个好的special temporal这么种image 它应该是一个像我们右边生成一样 很smooth然后很natural的一个pattern 而其他像比如说stylenerf它有这个很noise的东西 然后styleisdf它都很 它几乎没有它的变化 就证明它们有texture stitching这么一个效果 texture stitching是之前在2D干里面经常发现的一个问题 就是会发现它的纹理其实是不跟着你的视角洞 然后更有点像stick到这个image coordinate上 对 好这是一个我们做这个image inversion的editing的效果 可以之前我们gram只能处理diff面率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生成可以去做高负变率的inversion 然后editing可以生成高负变率下的novelview synthesis 对好了那么第三部分我们来快速介绍一下 如何利用这个3D aware game去做一些可控的三维人脸生成 对因为其实之前提到了三维同样生成 它在这个avatar在这个创造虚拟人方面 其实未来我认为将会有很重要的应用 所以这里面介绍了一下我们一些初步的尝试 那么首先我们说一下我们是想得到什么 我们这个任务是怎么定义的呢 什么叫controllable face generation呢 就是它本身我们还是想穿一个generator 还是想穿一个gat 在通过一堆single image的collection穿一个gat 但是与一个vanilla一个最朴素的naive的gat 不同的是我们不只要输给它一个random noise 同时我们还希望输给它一些不同的attribute 包括alpha shape and texture 还有那些expression还有pose还有lighting 然后我们希望最后生成的这个图像 去follow我们给它的属性 比如说我们给它了一个特定的expressioncode 它就能够生成对应的expressioncode 给它一个具体的pose 比如说什么要angle15度 什么angle多少度 它都能生成严格的角度的图像 这么一个可控的人脸生成任务 那么我们在CPR2020年的时候有评论文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就简单提到了 想做这个做这个所谓的decent angle 然后controllable face image generation 对我们提出了一个叫3D imitative contrastive learning 的一个概念 那么这里面呢就借用了一个 首先借用了一个三维人脸模型 叫做3D mouthful model 3mm 对熟悉这个三维人脸的这个肯定会听过这个模型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 到一直到目前为止 依然用的很广泛的一个模型 它是99年2000年左右提出的一个模型 它本质就是想把人脸表达成一个 用一个min和一个G函数的表达 是一个PCA表达 它可以对每个三维人脸呢 它有一个平均脸 然后有一组G 然后一旦你给定它一组系数呢 它就可以成到这个G上 然后加到平均脸上 就可以生成一个三维人脸的形状 每个点都是一个XYZ表示的 那么同样对这个纹理也是 纹理每个点是RGB 然后呢这个纹理也有一个平均的纹理 然后呢也有一个纹理的G 你给它一个纹理的系数呢 它也可以去生成这个 不同的这个 不同人的这个纹理 对 然后呢这里面呢 我们就说希望 我们输入的这一系列的参数 尤其是它的这个 形状和纹理 还有包括呢 它的Expression 它的表情系数 其实3mm也是可以 去处理不同表情的 我们输到3mm里面 同时呢我们可以在三维空间中 定义它的Pose和Lighting 其中Lighting是靠一个叫 Spherical Harmonics SH Function 去模拟的 那么把它输到3mm之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Graphics Render 去Render出一张图来 你看这个图可以看到 它比较假 对吧 它那个没有头发 它只能有人脸的部分 然后呢 它的人脸部分的Texture 可能也没有那么多高频的东西 不是那么逼真 对吧 但是没关系 我们希望 我们同样把这一组数据 输到我们要学习的 需要训练的这个Generator里面 它也生成一张真实图像 那么呢 我们希望这两张图像 在某种程度上去相似 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叫 Imitative Loss 我们希望我们这个Gan 生成这个过程去 去Imitate 去模仿这个Graphics Render 而生成这么一张人脸图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两个人脸上 我们定义了一些Metric 比如说我们去 让它的Perceptive Feature近呀 它的Color 它的颜色的一些统计量要近呀 它的Landmark要近呀等等 对 然后呢 这里面呢 同时我们还有 同时我们还有一个Advisorial Learning 就是这个图片还会送到一个D网络里面去 去使得它生成的图像是逼真的 所以呢 我们希望通过这么一个Scheme 它既能学到这个可控的生成 又能保证图像生成是高质量的 那么这里面呢 进一步我们还提出了一个叫 Contrastive Learning的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发现 有时候它是可控 但是它几个属性之间 结果的不是特别好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就提出一个对照学习 当我们输入两组不同的熟悉的棋 给这个Generator 然后呢 其中这里它的不同呢 只在一个属性上不同 比如说这里我们要让Expression不同 其他地方 Shape Arden Texture 然后Pose Lighting 都让它相同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 这两个图片 它们的Difference 是只能有Expression引起的 所以呢 我们设计了一些Loss 想办法去衡量 当把这个Expression的变化 给它Cancel掉的时候 其他地方的引致性 对 这里面的细节就不讲了 然后Lighting也是 当我们输入不同Lighting 别的地方一样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这两张图 只有Lighting Difference 别的地方没有不同 我们也设计了一些Loss 去保这个 保保保保 上面的这个 这个去区分 是不是只有Lighting的这个变化 对 然后呢 这是一些结果 可以看到 它那个 我们输给它不同的表情系数 然后就可以对生生的 个人来做不同的表情控制 对 然后呢 这个时候 我们甚至可以去变它的Lighting 变它的光照 可以不同方向的光照 不同强度的光照 都可以控制它的生成 而且在变化每一个属性的时候 其他属性是不变的 这个呢 是我们可以变它的Pose 变它的姿态 可以控制它的这个抚扬角 还有这个左右这个这个脚 好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生成 就是把别的属性全都固定住 然后去变一个属性的结构 比如这是变identity 别的Pose Expression Lighting都固定住 这个是去变Expression 这个是去变Pose 这个是变Lighting 对 其实刚才那个视频 也大家能看到 对 然后呢 也我们有这个 有这个技术呢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 对它 比如说做Pose Editing 我们做一些Pose的frontalization 还可以做一些Lighting Editing 还可以做一些Expression Transfer等等 但是啊 这个这类算法啊 就是 其实我刚才没有提 我们的Generator 实际上是用了一个传统的2D感 我们在这个Paper里面 用的是Style感的这么一个结构 所以呢 你能看到 当我们想去生成一些 所谓的这个Talking Face 或者叫Avatar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就能看到 它其实这个Texture是不稳定的 对吧 你像这个人的发型在变 它可能不光发型在变 你仔细看 它的纹理 包括它的一些形状 它的一些 这个细节其实都在做一些变化 就觉得不真实 比如这个眼镜 一会出现 一会又没有了 对 这就是一个2D 2D 传统的2D感的一个Limitation 它因为它不敢支持3D 它动起来之后 这个Texture是不稳定的 它的形状可能也在变 我们这里面可能形状 还稍微没有那么容易看出来 因为我们用了一个比较强的 一个 我们去保它的 这个Identity的Loss 但实际上 是很难保证 它是一致的 那么所以呢 我们有这个3D Aware Gat 我们就进一步尝试用这个3D Aware Gat 去做一些Controlable 3D Face Generation 我们其实做了 最近做了一个工作 我们就是用这个 基于刚才的gram表达 来去做这个Controlable Generation 其中呢 我们引入了一个3D Deformation 为了控制这个Expression 我们在三维空间中学了一个 学了一个变形场 形变场 对 去使得它能够张开嘴 做一些嘴部动作 做一些脸部动作等等 我们还同时做提出了一些 刚才那个 在刚才那篇论文 Disco Face Scan里面 它所有Loss都施加在 最终的2D Image上的 我们在这里面 又提出一些3D Level的一些Learning 对 然后 好 这是一些结果 然后可以看到 当 这个 左边和右边是 分别是变表情和变姿态 可以看到 这个生成的人脸 在做表情的时候 它是也能保证 这个图像质量比较好 然后只有表情在变 然后变姿态的时候 可以看到 它也是整个都非常稳定的 那么有这个结果之后 我们就可以 这个时候我们生成的一些 Virtual Talking Face 就看起来比刚才 要真实很多了 对吧 它在变视角的时候 大家不会觉得 这个人好像怎么感觉 这个人在变化 他的纹理在变 发型在变 眼睛一会儿有 一会儿没啊 或者是眼睛的 只要面说不对啊 这些问题也都没有了 对 对 tech giant of fostering a workplace culture is the culture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对 In a press statement released Friday curley claimed she was forced to perform entry-level duties at the company despite holding a master's degree and having five years of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好 然后这个是做一个real image editing 那给定一个real图像之后 我们同样可以做干inversion 把它invide到我们的latent space 然后同时我们可以去改它的pose 然后我们还可以去改它的表情 对这是一些结果 好 那基本上就是我对三个图像生成 以及利用三维图像生成 去做一些可控的三维人脸的 一些生成的一些任务的一些介绍 主要介绍了我们的gram算法 还有我们的gram HD 还有我们用基于gram做了一个 3D aware的animatable3D face generation的一个task 那么作为一个简单的总结的话 就是我认为3D image get 三维图像生成 正在任务变得越来越重要 然后算法也 这类算法领域内也是越来越多的paper 这个问任务也越来越popular 因为它会在像刚才提到的各种领域 会有一些很强的需求 其实有很多任务是一个传统的2D 是因为生成是做不到的 对 但是它也依然有很多的challenge 比如说刚才提到quality问题 还有memory cost的问题 尽管我们现在生成的图像质量 看起来不错了 但是它实际上跟传统的2D gap 比如说是最强的stylegap 其实还是有一些quality gap的 你仔细看图像的质量 它的细节上 可能还是不如传统的2D生成 还有它目前的内存消耗还是很大 尽管我们做了一系列的工作 比如说想去尝试降级它内存消耗 让它生成高负面率 但依然它跟一个2D干比 还是会有很大的计算开销 那么下一步 我觉得还是得去寻找一些更好的3D representation 我认为我们的gram表达 这个readings manifold已经是一个还不错的尝试 就是它对一些形状 当你不是特别复杂的时候 比如说像人脸猫脸这种还处理的比较好 对 但是一旦到物体形状很复杂的时候 这种用这种surface manifold 可能就也没法很好的表达 对 所以进一步的工作 可能还是得去探讨什么样的3D表达才是更好的 它得同时具有efficiency对吧 它能够比较快速 因为做GAN的任务的话 我需要生成一张整图 所以它必须efficient 而且它必须compatible with generation 就是我这个表达它需要更容易生成 比如说它具有一定的表达上的连续信仰等等 如果是一些比较random的这种表达 可能也不太好去做生成任务 对 然后这是我对工作的一些总结 和一些对将来任务的一些思考和理解 好到这里谢谢大家 如果有什么问题 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 我可能会选一些有意思的问题 跟大家做一些回复 做一些互动 谢谢大家